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7到48节 这是耶稣在说的一段话 他说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 我不审判他 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 乃是要拯救世界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到 在末日要审判他 可见了 耶稣他说 我不会来审判你们 你要受神话语的审判了 试想想 你站在全能的神面前 为你的一生向他做交代 这是总有一天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 那个时候你一定会战精 一定会很担心的 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 你应当对神的话语 持有同样的态度 因为这是神的话语 你要受神的话语审判的 每一次我们打开 这个话语当中的 每一页的考察 那如果你能看得懂的话 你是在看一个某一天 要来审判你的东西了 那难怪我们要因他而战精了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三节当中 耶稣又说了另外一句惊人的话 他说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好了 圣经当中只有很少的几处 用我们来形容神的 这里就是其中的一处了 我们指圣父和圣子 他们怎么样去到信徒那里呢 是借助什么的呢 借助他的话语 也就是说 当我们打开神的话语 如果我们相信的话 神自己就是父神和圣子 就会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并且与我们同住 假如真的看到主耶稣 可能来到你的家里头啊 即使是在异乡当中看到 你就会不知所措的 你应当有一种敬畏感 你会想要扑倒在他的脚前 耶稣说了 不但我要来 我父也要来 我们都要来与你同住 是借着什么来的呢 是借着神的话语 你看到了没有 那我们必须要说 今天大部分当代教会当中的人 都要改变对神话语的态度了 我们应当表现出尊重敬畏害怕 直到我们学会尊敬神的话语 否则他就不会在我们生命当中 产生我们这里所说的后果来 也就是一个果效 他要与我们同住 那是指对神的话语战经 那是发生在摩西身上的第一件事情 他突然意识到他手中的杖的能力 他跑开了 而且是大吃一惊了 摩西所做的第二件事呢 就是抓住这根杖 凭着信心 他抓住那杖了 杖又重新活到他的手中 所以在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所战经之后 我们需要抓住神的话语 我们需要紧紧的握住神的话语 好 我们来看诗篇149篇5到6节 从5节开始 经文说 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 愿他们在床上欢呼 注意这里 圣民指的是所有真正伟生的信徒 圣民在原文指那些真正对神话语战经 完全伪身于他的人 诗篇149篇6到9节 接着说 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 手里有两刃的刀 为要报复列邦 刑罚万民 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 用铁铁锁他们的大臣 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 他的圣民都有这荣耀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好了 如果你能够把自己当作是属于圣民当中的一份子的话 这里一系列惊人的话语 那么你要注意了啊 他说我们有两刃的刀在手中 就是指神的话语了 口中称赞神为高 有了他 我们可以报复列邦 刑罚万民 你可以看到自己属于这个行列的吗 你意识到这是神为你预备的事情吗 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 用铁铁锁他们的大臣 这里一部分是指统治各国的撒旦的势力 但不只是指他们了 这里的最后一句说 向万民施行所记录的审判 他说神的圣民都有着荣耀或者特权 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呢 神给我们审判万民的特权 如果我们开始看了这一点的话 我们的祷告生命就会大不相同了 这里说 实行所记录的审判 这审判是记录在哪里的呢 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这个记录的审判呢 对了 就是从圣经当中 我们不是做审判的 神已经做了审判了 但是我们有这个特权 对万民和他们的统治者施行审判 也就是说 我们在历史上有一个独特的决定性的角色 要去扮演的 你看到他的重要性了吗 太多的基督徒根本就没有开始认识 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切啊 以及神对我们的期待 不过我们要强调的是 我们不做审判 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 找出记录下来的审判 然后实行出来 我们怎么样实行神的审判呢 那就是借着宣告了 对了 借着宣告 我们成了传令官 我们要站在世界的闹事上 说你们大家听旨 然后我们就读出神的指令来 我们得要实际点了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来到了下一步了 那就是在摩西拿起仗来之后 他拿起仗之后 回到了埃及之后呢 下一步他做了什么呢 他伸出仗来 他实行了仗中的权柄 我们要一起去做 我们也要一起去做 我们应该拿起神的记录下来的话语 在需要神的权柄的场合下 把它伸出来 使神的话语释放到一个适合的场合底下 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什么呢 那就是在圣灵的告末之下 凭着信心去宣告 因为要记住啊 神的道必须与气一起同工 当他们结合起来的时候 当神的气也就是神的灵 是神的话语从我们的口中迸发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使他进入到一个场合当中 这样他就把全能的权柄 带进了那个场合之中了 你看啊 神没有从宝座上走下来 把杖从摩西的手中拿过去说 摩西啊 我来做吧 没有 那是我们大部分人期待他这样发生的 神说 你手里有杖 你来做 但在出埃及记这本书当中啊 这杖被称为神的杖 它是神的杖啊 但是摩西握在手中了 摩西伸出这个杖来 摩西和亚伦一起 我们不必分辨是亚伦或者摩西伸出来的 是那杖在起真正的作用 好 我们现在来看伸出那杖的不同的方式了 我们的查经祷告时间不必是静静的 我们可以大声的宣告 这不是说大声就有能力 而是要看圣灵怎么样的敦促你了 如果你的背景当中有许多消极的想法和许多消极的影响 只宣告一遍是不能够改变什么的 你得反复的说出来 直到它成为你的思维的方式为止 直到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它会是你做出反应的方式为止 我的背景是比较消极的 过去曾经消极 本性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神渐渐的就改变我 每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我就会自动想出各种可能要发生的问题了 多年来我用不同的经文做武器 不过有一个特别有效的 那就是耶利米书的二十九章当中 主对以色列人说的话 耶利米书的二十九章十一节 那经文这么记载说的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 那因此 每当我开始思想有祸要发生的时候 这种消极念头出现来了 我就说 主啊 我感谢你 我知道你为我有特质的计划 是赐平安的计划 不是降灾祸的计划 是亨通 不是灾祸 叫我对未来有好的指望 我可能要反复对自己讲好几遍 但最终消极的念头就会被打消 我有一个很强烈的 充满了信心的积极的态度 我们不妨一起来宣告一下 这节的经文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 圣经说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你可以在每一次出门之前 都宣告这些经文 你会有平安的 你心里是蛮有平安的 会成就你要成就的事 你的态度会带来很大的不同的 改变人们对待你的方式 你进到一家商店 以积极的态度进去吧 他们会主动的为你做一些事情 如果你走进去的时候 就指望有麻烦 遇到不好的服务员 那么可能你就会得到这样的待遇 对不对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固定的宣告的模式 不过首先要记住了 必须是器与化一同做工 也就是说啊 必须出于圣灵 第二 我们把经文个人化 这样比较好一点 所以当圣经说你们的时候 我们就说我们 那起先我们做防范性的宣告 当我们受攻击的时候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一晚上都停留在这方面的宣告上 不过总是要注重需要是不够的 许多基督徒啊 从来不能越过他们自身的需要 所以我要简单的走过这个领域 然后去看看进攻性的领域 不是自卫 而是主动的进攻了 所谓进取性的宣告 进取性的宣告 比如你常常被黑暗消极的恶兆感困扰着 总是想如果啊 我死了该怎么办呢啊 许多人有这种态度的 连医生也帮不了他忙 这里有一节经文 那我们自己也说过好几遍了 甚至上百遍了 当我们受疾病侵犯的时候 躺在床上啊 不能做什么的时候 宣告这节经文是最顺手的事情了 这是诗篇的118篇 17节 经文这么说的 我必不至死 仍要存活 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你愿意这么说吗 这不需要什么记忆的 对不对 再说一遍 那我必不至死 仍要存活 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我们再重复一遍 我必不至死 仍要存活 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好了 如果你能够转身的话 跟周围的一个人当面说一遍这节经文 那就更好了 你会需要一些勇气的 但是果效会很好的 对着别人重复这节经文说 我必不至死 仍要存活 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你觉得会好一点的 对不对 那另外 假如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那常常传道人是主要的攻击的对象了 许多人批评你 说你的坏话 有人还一倒过来攻击你 那么你当怎么做呢 我的旧要就是 以色亚书的五十四章 十七节 宣告是基于这段经文的 只是把它个人化一点而已 请你先听一遍啊 经文这么说的 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 必不利用 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头攻击你的 你必定他为有罪 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 是他们从我所得的意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看到了没有 我们是怎么样把它个人化的呢 好我们再来一遍 我每天临睡觉之前呢 都会做这样的宣告的 你也可以作为开始 凡为攻击我们造成的器械 必不利用 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头攻击我们的 我们必定他为有罪 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 是我们主耶和华所得的意 那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斥责指控我们的口舌 因为他们在指控神的意 你看到了没有 他们必定要打败仗 就是这样的 那不过 每一次我在说完以上这段宣告之后 我常常接着说上这样一句话 我说啊 若有人以谎言反对我们 借祷告咒诅我们 以恶意伤害我们 抛弃拒绝我们的 我们饶恕他们 既然饶恕了他们 我们以神的名祝福他们 你看啊 我们是以积极抵抗消极 因为圣基说啊 如果有人咒诅你 不要以咒诅回敬他们 还叫祝福他们 要祝福他们 保罗说啊 不要以恶报恶 而要以善胜恶 唯一可以胜恶的能力 那就是善 所以你必须学会迎战消极的因素 以积极的战胜了消极的 那不过这必须要基于神的话语了 又假如了啊 假如我们的事工受到攻击了 又或者是我们的家庭 家人受到了攻击了 我们有一段对战的经文 这是很有利的 记载在生命纪的33章25到27节 经文说 你的门树或做血是铜的铁的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耶稣仓呢 没有能比神的 他为帮助你 承载天空 显息威荣 驾行穷仓 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 他永远的绑壁在你以下 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 说毁灭吧 阿们 那一定会把撒旦给吓走的 好 我们开始学会毁灭他 神把他赶走 你得要毁灭他 你得把脚踩在敌人 也就是撒旦的脖子上 我们要指出的是 我们讲到敌人的时候 不是指任何一个人 而是指天上属灵器的势力 魔鬼撒旦 我们的仇敌 不是在血肉之躯 你的牧师 也不是你的敌人 你的丈夫 或者你的爱人 也不是你的敌人 有时候啊 你也许这样认为的 但实质并不是这样的 你必须学会 我们对战的不是人 我们这里所讲的武器 非常的有力 不过必须用在 适当的场合底下了 又假如你有什么需要的话 经济上 身体上 或者医治上有需要 我们对这几个方面的 每一种需要 都有相对应的经文 那首先 经济上 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 第八节 经文说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的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长长充足 能多行各样善事 起先的两个字 是很简单的 就是神能 你相信神能吗 这是很重要的 这次经文是很有力的经文 其中各样 凡事多多充足 这几个词就显明了这一点 那这一切是出于神的各样恩典 怎么样领受这个恩典呢 那就是凭着信心 圣经说 你们得就是本乎恩 也出于信 对了 那不是我们赚取得来的 不是出于我们的公价 那尽管有所关联吧 有所相关呢 但是我们是要靠着信神的恩 而得到的 我们要再来宣告一遍 那这是我们事工的经济基础了 每当我们为资金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以这一节经文做开始 然后我们就有了一个积极的态度了 格林多后书九章八节 经文说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长长充足 能多行各样善事 要假如你遇到一件你做不到的事情 任务真是太大了 你没有这个能力了 你也没有学问 没有体力 依据事情的本质呢 不过神给了你一个挑战 好 我们来看看 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三节 经文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我没有学问了 我没有力气了 但是当他是神的旨意的时候 当一项工作是神交头的时候 我里面就有一位加给我力量的了 那又假如问题是疾病了 我最喜欢的一些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二十四节 那经文这么说的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义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医治 神在主前七百年就对以色列先知说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啊 这里所讲的是救赎中的医治 彼得说 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到医治 认识到这一点 就给你一个全新的看法了 这不意味着你就自动的停止在生病那儿了 但他就会给你一个不同的基础去面对 挑战疾病 有时候啊 你还得不断的说很久 你得决定哪一个更重要 更可靠 是神的话呢 还是你的疾病呢 那我们要来到一个更具进取性的领域了 指神介入国家国际性的事物 这是祷告自己需要以外的需要了 就超出自己需要以外的祷告 为各种情况祷告 为万国的命运祷告 这里有几个经文呢 可以鼓励你的 帮助你 我最喜爱的经文 那几乎总是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 二十到二十二节 四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当中 那前面的话就是出于但以理 第二段话是出于尼布加尼萨 但内容都是一样的 但以理书二章二十节下半节到二十二节 经文说 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从亘古直到永远 因为智慧能力都守护他 他改变时候 日期废王立王 将智慧赐于智慧人 将知识赐于聪明人 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 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 然后在四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经文说 日子满足 我尼布加尼萨举目望天 我的聪明复归于我 我便称颂至高者 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 他的权柄是拥有的 他的国存到万代 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 在天上的万君和世上的居民中 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 无人能拦住他的手 或问他说 你做什么呢 好了 是想想这些话是出于一个不信的君王 尼布加尼萨 那不过到那个时候啊 他一定是相信了 想想看 神在尼布加尼萨生命当中所行的大事 就会鼓励我们相信 如果我们学会怎么样祷告的话 神可以改变那些不敬虔的邪恶的统治者 令他们成为一个仁慈的君王 那么我们还有出自历代之下的两节经文 那他们都是祷告 在历代之下的十四章十一节的下半段 那经文这么说的 耶和华啊 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 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 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 不要容忍胜过你 这是第一节 我们再来看第二节 历代之下二十章第六节 经文这么记载 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 你不是天上的神吗 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 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 无人能抵挡你 我们真是要同声说阿们啊 好了 现在我们来宣告诗篇的三十三篇 八到十二节 诗篇三十三篇八到十二节 这是对待世界局势的有利的证据了 经文说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因为他说有就有 命力就利 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 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 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 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 以耶和华为神的 那国是有福的 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 那民是有福的 好了 最后我给你介绍了两段的经文 我希望它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用以宣告的 今天的节目时间呢 也差不多了 在下次节目时间当中 我们要结束宣告的能力这个主题了 希望到时你能够按时的收听 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 得到力量 得到鼓励 让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 来见证神 荣耀神 好了 最后再次提醒你 如果你想得到圣经自修课程 这本小册子的话 欢迎来信给我夜光明 我就会寄给你的 好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